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星期三的《每周一股》 这次嘉宾车Jason和我们推介征算的股份 Jason你好 Jason你好 先和你回顾下星期推介的中涛环保 期内恒指创过9年跌 不过因为今天有反弹,所以累计来说恒指也不是跌了很多 跌幅只有0.46% 跌了101% 而期内中涛环保值股份也做得不错 因为逆市也有得靠稳 升了两格,我们看看买入价是怎样 上周定入的买入价是2.3,目标价是2.9 而指涉价是1.9毫半 一个星期的波幅是2.3至2.5 很厉害,是定了最低位,如果跟着去指示去买的话 可以在低位买入 这股份建议持有好呢 是的,这次也算是挺幸运的 因为在买入价上定到它 就是这个星期调整的时候 最低的位置在2.3 可以是成功买得到的 亦都在试完低位之后,很快就带上来 到现在来说2.4多都算是有一个不错的利润 当然,你说这股份之前推介的 都是说中线方面的一些利益 包括做一些危费处理方面 都会不断增加规模 所以暂时就不用这么快考虑去到沽货离场 可以先拿着 仍然都是维持之前定的目标价 就是2.9这些位置 好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市况做成什么 看到今天有个很明显的反弹 升幅原本是超过2% 不过下午回来,升幅明显收窄了 现在升四百多点而已 Jason,看到今天的反弹幅度不错 在市况选择股份是否比较容易? 是的,这个市场未必再有很大的下跌 短线我相信是有些比较有概念的股份 是可以值得留意的 当中这个星期最烈的一个板块 当然就是航运股 或者经历过一个比较大规模重组之后 不同的航运公司都有自己的定位 在这么多家里面 我就比较看好中海发展 1138在接近的前景 没错,这个是神船的重组 令大家都大失所望 1919和266年一来的股价表现 都反映了这个不利的因素 跟大家看看1138的表现又是怎样的 回顾一下它半年的业绩先 见到营业价来说 同比其实是跌了7.7% 所以前利润是升幅有超过一倍的 股东应佔入利即是纯利的方面 是升幅差不多有6倍多 无利率也有增长 5个百分点的增长 还有经营利润率方面是升2.3个百分点 至于政府债对权益比率是跌了27个百分点 其实这盘数来说 都不算太差了 未来大家都不会再预期 这盘数继续是一个pricing的因素了 因为已经有重组了 是不是大家都不需要再怎么考虑这盘数 是的 你说这个中期业绩方面 就这样看大数升6倍多 当中在油品运输方面 都占了几大的比例 当然都还有一些一次性的因素 包括税务方面 之前是突然未交的 去到今次来说 都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特别的因素 令到税务的开支就叫减低了 再加上就说油价方面下跌 都令到他们的经营成本 是进一步降低的 那变成就令到 他们在今年年中出的那份的业绩 即是半年来说 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但正如Tracy刚刚都说了 就说 接下来整个业务做一个转型 做一个洗牌 那这盘数我相信的参考价值 就未必或者太大 我们都看看 刚才也说过 顺利方面有6倍多的增长 主要都是来于分布的业务 是油品运输那边 见到油品运输的营业额 同比变动升幅是6.7% 但利润方面是升幅超过一倍 干散货运输那边就做得比较差一点 营业额是跌差不多两成 利润方面就没了差不多一半 Jason 油品运输那边 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呢 油品运输在今年以来 都算是一个挺亮眼的业务 因为都看回整体的全球的 油轮运价指数 都是有个相当明显的上升的 亦都是带动油轮方面 无论是租赁 或者是运输方面的生意额 就有个提高了 这一方面都令到 它的分布利润 在油品运输的部分 就有个相当之强的增长 你看回干散货运输那边 整体的运价都是创了新低 便算它们都要或者是蚀着来做 虽然你说看那个分布利润 都勉强是有100万左右的利润在手 但如果你说再购买其余一些成本 其实这一部分它都是要输钱的 所以变相如果你说单港分布业务 的而且油品运输那边 就占了个叫多重要的位置 明白 我们都见到这一次业务重组 正正就是将它做得差的业务 就从公司那里剥离 好的业务 就是赚钱的业务 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收购 就是从中远总公司 收购大连远养100%的股权 提升油轮运输和LNG的 运输业务的规模 另外剥离那边 就是向中远总公司 出售中海散货100%股权 剥离干散货运输业务 看回这次晨船的重组 其实一只三百是否最好处 是的 今次这个重组 就希望将中海发展 未来的定位 就放在说的是油轮运输 就是说的是 混一些原油 成品油 还有天然气 或者石油气方面 这一类的产品 本身你说是中海发展 刚刚都提过 除了做这些油轮运输之外 都是有从事干散货的 但是干散货在未来这几年 暂时都看不到有很大的起色 所以公司在重组下 就将这一部分业务 就卖回到母公司的 即是给中远母公司那边 就令到 即是未来这间公司的发展 业绩出道理 应该会有个不错的改善 好啊 明白 我们看看下一个图表 下一个图表就看到 有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和巨型油船混价 两个不同的表 就显示两个不同业务的走势 再一步解释 看到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黄色那条线不断走下坡 主要是因为长期公过于 运力过剩的情况出现 红色那条线不断上升 反映着他们的邮轮业务 是做得比较好的 Jason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截然不同的走势呢 说着波罗的海指数 大家都经常听 就是反映全球在运煤 铁矿石的运价表现 今年来说其实这个运价 除了在第二季 都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升了浸上去的 但是去到七月八月打后 那个跌幅相当明显的 甚至乎在最近这几个礼拜 都是跌穿了 就说今年年初的低位 甚至乎连金融海啸的低位 都叫做跌穿了 反映在干散货的运价方面 都还是一个很低迷的状况 那个原因刚刚都有提过 就说始终现在在干散货的市场上 运力过剩的问题 仍然都还没有一个解决的迹象 虽然你说之前中央方面 都有很多叫做拆船 补贴的政策 鼓励一些旧船报废 但是那个进度相对都比较缓慢一点 再加上你说好像中国 或者其他申请国家 对于原材料资源方面的进口量 亦都是有个倒退 变相在负运需求减弱之下 都令到干散货的货运价 就没有一个很大喜悉的 那相反地你说那个是 就是游轮方面 就是运油那个的运价 相对是叫做走得比较强一点的 就是你看回一些叫做比较大型的 的游轮方面呢 今年都是没有出现一个叫做运力过剩 就是见到供求方面相对是平衡 那最大的原因都是在金融海啸之后呢 讲的有很多的是大型的 的游轮运输企业呢 都是将很多船就是拆了 也都是没有订购的那些新船 那令到这几年呢 那个游轮的供应呢 相对都是赔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那变相就令到那个 这个供求是趋于平衡底下呢 就在那个运价上面就有得升上去 那再加上就在今年来说呢 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油组国也好啊 或者美国方面呢 原油的产量是不断地提高的 我讲现在欧平每一天的产量呢 都增加到是三千一百几万桶的 那如果你说当他们的原油的产量 是不断提升的 当然对于这个原油的扶运需求呢 都是会有增无减 那这一方面对于那个 那个游轮的运价来说呢 都是会有个正面的帮助 嗯 这个就解释一下 为什么两个业务表现那么不同 那我们也看看 他在中远总公司收购了大连软让 100%股权 这一间公司的业绩是做成什么 我见到大连软让被收购的目标 他就期内是赚了6.33亿的 之前是亏损的 就是亏转型的 另外他出售的目标 就是亏损是扩大的 原本是涉及4.38亿 现在是亏损扩大到9.62亿 那见到他脱离了一个做得比较差的业务 买一个做得比较好的业务 重组之后 预计将来正利润是第三季 可以增长189.3% 负债比率方面 都有一个下降的情形 Jason 是否都预期 接下来的业绩都可以保持得那么好 是的 因为说到大连软让方面 的确在去年做得一样 去到今年由于从事油品运输方面的业务 刚刚都提到 在那个运价不断的上升底下 都令到这间的收购对象 今年是有个不错的利润的 亦都是预期它的ROE 去到接近是20%那么多 那相反地你说从事干散货 运输的 还有中海散运 还有其他一些附属公司 那个亏损就更加是扩大了 就是刚刚我们看上半年方面 它都还有一个轻微的利润 那如果你说在第三季来说 它的亏损是去到成9亿多那么多 所以你说它这次将一个亏了那么多钱的业务 去剥离来到收购一个是有钱赚的业务 当然对它整盘数来说 会有个正面的帮助的 那你看回在那个大数方面 重组后呢 见到在那个 就是营运收入虽然就没什么增长 但是油品运输始终在利润率方面 都是比较高的关系 就带动到在那个淨利润方面 都可以比起重组钱 有个相当大的升幅 我说的都接近升了1.9倍那么多 所以变成我相信这个业务重组 或者是资产的支援 对于它无论今年来说的业绩 又或者去到明年的业绩 都应该会有个正面的带动 明白 那我们看看规模方面 收购了新的目标 对公司有什么改变 韦集团是新增34艘游轮运输船的 这34艘是现有的运输船坡的5成1的比例 另外新增了644万载重吨 即是现有的载重吨是8成6的运力 以运力规模来计 集团是全球的油品运输市场里的市占率 将会升到3.8%位居首位 那么大规模之后 其实对于公司来说有什么优势呢 是的 你看回买大连运输 就是做一个油品业务的资产之后 都令到它的规模一定会壮大的 就是说它全球榜首 都一定会带来一些优势 虽然你说它的市占率3.8% 不是特别高的 反映整个油品运输市场 都是比较分散一点 但是至起码它的规模壮大了 就在一个资源协调上面 都一定会做得好了 例如说之前它可能在船员方面 人手是不足的 现在吸纳了 多一个油品运输这个资产之后 也可以利用那方面的人手 做一个资源上面的调配 再加上可能在一个采购方面 例如说船要入油的 以前你说当一定规模的船入油 现在你再额外就是增加了三十多只油轮 那变成在入油方面的量都会大了 那会不会都有机会 在一个采购成本上面 会拿到一些discount呢 令到整体的成本可以得到一个下降呢 那这些优势都是属于一个叫做 规模扩大所带来的 那再加上就说本身都不能够看轻去LNG的 那个运输业务呢 本身自己啊 中西发展都属于一间叫做 挺大型的做天然气运输的公司 那现在你说再拍卖啊 就说大连远洋那边 本身都是和招商局成立了一个LNG的 就是运输企业呢 那个规模呢 都不是说小的 那变相如果你说两间这么大型LNG的 运输公司 能够是做到一个合并的 那对于美来 由海外方面进口进来 中国的LNG啊 其他天然气产品方面呢 都可以带来一个就是运力的提升 那我都相信就是说 这一个业务的重组呢 对于它在那个市占率上面 不但只是上升 甚至乎年代客户方面是可以增加了 资源上面调配方面可以是叫有效了 那最紧要就是在那个成本控制方面 都一定会比以前来说是更加好的 明白这次资产互换的重组 看来是一件好事 但是作价方面又是怎样呢 是不是又便宜买到的东西呢 我们就看看了 见到它出售那份的业务 其实是便宜了出去的 因为见到作价对比 淨资产来说是有一个折让的 不够一倍 PBook 即是0.99倍 而买的那样东西呢 是贵少少的 比起个资产正值来说 是1.33倍的PBook 如果这样看 是便宜了资产 是买贵了东西的 是的 那这个就必然的 因为刚刚都提到 要买出去要剥离这个资产 本身是在亏钱的 本身在这个前景方面 都是比较悲观一点的 所以你说它在一个PB上面 一个作价呢 有个折扣都绝对是不过分的 但问题是折扣多少呢 那看回它今次去买这个干散货业务呢 就用一个0.99倍的PB来到是出手了 那它的折扣不是说太大的 如果你说看回在全球现时来说呢 从事干散货运输的那些公司呢 普遍的PB呢 都大概是0.7几 到0.8倍左右了 那但是相反啊 今次你说去买这个 产钱的业务都能够去用0.99倍 即是接近1倍的PB来到买呢 其实这个作价呢 不算是太低了 那相反你说看回它 收购一个叫有潜力的 或者赚钱的大年软阳回来呢 当然作价就不会说特别便宜了 那但是你看回它本身这个资产呢 在去年来说啊 那个利润都不错啊 去到今年的大行亦都是预期呢 它的淨利润可以去到成是8亿多 那如果你说今次那个的收购作价 用六十几亿来做呢 计算一下PB呢 都是7倍左右 不是说算太高的 那如果你说再看完PB的 那由于大年软阳去现时的NAV 是48亿 那变上你说用63亿来收这个资产呢 计算一下市场率都是1.3倍左右 那比起现在你说全球平均值 大概都有成1.5倍的 这个就是邮轮运输的业务来计呢 我觉得是今次这个收购作价就 虽然不是说特别便宜的 其实油价对于这家公司有两大影响优势 第一个就看回我们看到图表中 左边绿色那条就反映过在布兰特旗油的价格 一路向下 另外红色那条线就是反映过巨型油轮运价 Jason 刚才我们都说过波罗的海的干萨货指数 如果煤价和矿石价格下跌的话 都会影响指数向下 但是为什么这个布兰特旗油价格向下的时间呢 反而是会令到个巨轮油船运价是向上的呢 是的 我们要看这个油船的运价方面 都要看几个因素 一来就说究竟在那个全球原油的生产量有没有提升到的 当然如果你说以回传统的概念来说 通常你说油价跌到那么低的 那些油组国啊那些生产国就会减产了 但是今年就相反的 看到油价越跌呢 反而他们都是希望继续增加产量啊 抢占市占率 所以就令到原油货运量就不跌就反升的 另外一个原因呢 都可以看回就说现在很多中东的国家 或者好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去生产了一些油的 那本身都由于油价是太低的关系呢 他们就不想或者全部是负运出去呢 那有些可能是储存起来呢 那你说储存的地方 除了你说自己的油井之外呢 也都是会利用一些油船呢 作为一个储存的工具的 那便是以一个租任的形式 租一些大型的油轮呢 来做一个存货呢 那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呢 令到那些巨轮方面的租赁费用呢 就是有个增加的 那你看回红色条线 其实刚刚都提过的 就说今年以来呢 它那个运价都叫做升了 大概是六成左右啦 就是年初大概六万元一日呢 就升到现在接近九万多一日的 那你说油价跌的 那当然啦 就对于那个原油的负运量 来附近都仍会有机会提升啦 那还有你说我对于油价 未来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看法的 仍然都还是比较负面一点 那虽然你说这两天就有点反弹的 那但是随着你说 你来附近的美国方面的出口限制取消了的 那再加上伊朗方面就重返这个油市场的 欧洲方面又不愿意是减产的 那这几大因素呢 我都相信油价来附近反弹的空间 都不会说太大了 那变相你看回关系 当油价跌 令到今年的原油产量升 令到那个运价升 这个的趋势应该去到 下年的上半年都会延续下去 嗯 即是以前的油价和油船运价 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关系 但现在是变了一个反面关系 主要都是因为他们抢了MarketShare 所以导致那个运量增加 那没错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 那另外你说再讲多一点 可以是看起来本身 沙特阿拉伯那边 即是产出了一些油的 那它现在呢 都会偏向是会运回中国的 因为以前你说去运去美国 都OK了 那现在见到美国的原油需求 就叫做跌了 那但是反而你说在中国方面 那个的是因为油价跌 所以都令到的需求 令到进口方面就增加了 那当你说那个运输的航线是长了的 距离软了的 那自然都令到那个运价方面 会有一个提升的作用 嗯 明白 那另外一个利好因素 当然就是成本那样东西了 因为燃料费 占他们的经营费用方面 差不多三成那么多 油价刚才 Jason 也有分析 美国方面呢 都取消了个禁运车禁止出口的 一个国会的通过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接下来油价似乎都是利淡多 利淡的话 对于他们的经营成本 都是一个比较利好的因素 是的 那我们如果看普通的油价 例如纽约旗油来说 那之前都曾经是跌下去 就是35美元以下的 那我们要看这些 所谓大型的油轮方面 他们用的油呢 就是一些叫毒油啊 就是专是给船用的 那些叫原油啊 那那个英文来说 叫Bunker Oil 那你看看这一个是燃料价格来说呢 在今年上半年呢 其实都是跌了相当之多的 大概跌了成是四成了 那也都是令到 就是说集团方面的燃料费用的开支呢 上半年按年来说呢 都是减少了就是三成六 那如果你说看下半年的 就是见到今年由9月到12月这段时间呢 油价继续是创低位 那你说比起去年的同期呢 同样都有一个相当大的跌幅 那变上你说燃料成本的下降呢 去到下半年来说呢 都应该会是有个明显的一个 叫做好转的 那所以变上我都觉得 如果你说成本继续向下呢 对于集团方面的优势都是几明显的 刚才也有提到 就是这段期间 过了一段时间比较拆的多船 但是因为那时候补贴还没给到 那现在是不是陆陆续续都补贴 供应来会不会上升呢 是的 那这个都是一个叫做 几明显的风险 或者是利淡因素 就是说在过去这一两年 为什么那个邮轮的运价可以这么高呢 刚刚提过就是说 供应相对不算太高的 但是当那些的邮轮运输公司开始是赚多了钱 开始要扩大他们的船队规模 买多了新船 那自不然去到未来这一两年 那个是 邮轮的供应都会慢慢是叫上升了 那变上你说今年那个是 运输的价格升了这么多的 去到下年还能不能够保持到呢 那这个是一个挺大的疑问来的 那当然了 你说另外一个的利淡因素 都要看回他们的债务 那大部分这些是航运企业 借钱方面都是借美金的 或者借港元的 那外债占比这么重呢 那人民币 就是刚刚来说都贬值变了这么多 对它来说都会出现回带亏损 那这些因素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啊 见到中海发展 今天我估计现在最新是 在5.8号巴 这次会不会都定在一个低位给大家呢 这次都定低一点点 因为见到去伏牌之后都升了不少 那看回来 有机会下回5.6左右这些位置 就可以买回 上面就看一个中线部署的 那望的目标就暂时定在6.7这些位置 好啊 五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和Jason你做新报 今天推介的股份证明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谢谢你的分析 有时一会儿回来会有问答环节 家庭观众可以打给我们 或者电邮给我们 待会再见 有时一会儿回来会有时一会儿回来